今天是2024年的3月10日 对于很多人来讲 今天是一个大日子 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为什么 1924年的3月10日 那一年的英历是2月初六 金庸先生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 很多朋友知道金庸先生是笔名 他的学名是扎梁庸 那么今天就是金庸先生诞生100周年的日子 当然是百年明诞 我想有很多人都会在今天纪念金庸先生 因为他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 但又超越具体时代 影响了好几代人 并且还必将继续影响下去 他的作品为我们太多人的生命旅程 打下了特殊的烙印 留下了特殊的记忆 赋予了特殊的色彩 我们因此而感念金庸先生 金庸迷都知道 飞雪连天色白鹿 孝书神侠已必冤 金庸先生创造的武侠世界 是几代人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不论是色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 一天屠龙记三部曲 还是孝江湖 天龙八部 鹿顶记 他们都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金庸先生出生于海宁扎氏 可以说在今天 金庸先生是海宁扎氏中 知名度最高的成员 海宁扎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 从明朝以来就以文学示范组成 有着辉煌而严格的家族传统 出过许多的著名人士 我们介绍两位 比如扎记佐 其实他的名字啊 本来不是佐 是佑 在参加县市的时候啊 写错了 出于紧张或者出于什么原因 我们知道在当时科举考试的卷子 是不能图改的 因此他后来就用佐来替代了佑 作为自己的名字 这种情况在古代科举时代啊 是不少见的 扎记佐是明末清初 重要的史学家文学家 著作等生 是记转体名史剧著最为路的作者 而且他还是一位反清复明的致使从事过抗清的活动 因此我们要知道在海宁扎市里面就有这样的前辈是反清复明的代表人物 这对扎市后人金庸先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 再比如扎盛行 他是黄中西的弟子 清出六家之一 是中宋师派的中流砥柱和极大成者 高产 生平血诗不下万手 等等等等 海宁扎市所出的名人啊 根本就介绍不完 作为海宁的名门望主 尤其是近百年来 扎市家族更是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物 同时许许多多的江南氏族 也与扎市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姻亲 师生 同学 同僚等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深远的影响 跨越了地域界限 在很多领域 很多方面 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进步 很多人都知道 徐志摩先生 是金庸先生的表兄 也有一些朋友知道 民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 战略家 同时也是桌有成就的人文学家 蒋白礼将军 也是海宁人 与海宁扎市 也是姻亲 蒋白礼将军之女 著名的音乐家 教育家 蒋英女士 比金庸先生年长五岁 是金庸先生的表姐 因此 我们大家都非常尊敬的 前学生先生 当然 就是金庸先生的表姐夫 前学生先生和蒋英先生之子 钱永刚先生 曾经说过 两位老人家工作之余 喜欢读书 而且特别喜欢武侠小说 这就当然少不了他们的表弟 金庸先生的作品了 两位老人家是金庸先生在内地 最早的一批粉丝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在内地是很难很难读到港台出版物的 前学生先生就专门托人从境外 购买了一套金庸的武侠小说 据钱永刚先生讲 老人家不仅在北京的家里 经常阅读金庸的小说 外出公干时 出差时 也要带上金庸的小说 我想 这是说明金庸先生 巨大影响力的最好例子 金庸先生在文学 新闻出版 报刊 文化研究与交流 乃至商业等诸多领域 都有卓越的成就 然而 它的影响 又绝对不是这些领域所能局限的 对于我个人 对于和我一样的很多朋友 金庸先生的作品和毕生的努力 都有重大的意义 今天 让我们再好好读读金庸先生吧 我想 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